和你第一部電影《同班同學》 其實都是講女性做主角 但是同班同學就是講幾位好姊妹 她們由年輕至到她們大過了的時候 但是一跳現在就講你想探索一下 現今的女性她們做媽媽的掙扎 那我想問為什麼你會有 這樣的題材的想法的出現呢 其實我覺得無論是同班同學 或者是嬰兒復仇記說的東西 對我來說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講女性的成長 那譬如你青春期一定是女性第一次成長 因為她開始長大了 她會面對友情、愛情、學業 很多成年人世界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懷孕這個階段 其實我覺得因為女性是第二次成長 其實很多人會說婚姻 但是婚姻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女生會比較幸福 其實要婚姻都會是 因為那個人一定很遷就你 或者繼續給你做公主 那你就嫁了 但是當你的圖裡面 你引用一個新的生命 就是你要懷孕一個寶寶 你要生一個寶寶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有很多事情 是需要重新洗牌選擇的 就是你不可以只是為你自己生活 而你身邊所有人都會說 你要想一下那個寶寶 你要你長大了 你要做人媽媽 就是大家給很多很多 就是要你成長 就是要你養育 就是養育裡面的寶寶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華語電影比較少說 我們一說女人懷孕 要不就是很開心 好像一輩子的目的 只是想做媽媽 那她懷孕很開心 或者是她很不想媽媽 所以她很早發現懷孕 她就直接終止了 就沒有說到其實中間那九個月 就算你在一個未必是完全 是百分百想做媽媽的情況之下 去做媽媽 那女生她要面對的 到底是什麼困難 或者是可能都有開心的時候 我想Capture這九個月 來跟大家分享 另外我覺得我自己 作為女性觀眾 我看的時候 有一個位置我覺得很過癮 就是講究 就是Dada的角色 和她幾個好姐妹的互動 和Dada的角色 她不是我們一般覺得 她很母性 或者她很女性 很淑淚 我想問她的事情 是好像我身邊的同學 的講話方式 或者不是典型 很斯文的美女的造型 我想問她的性格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構思 是因為你本身的劇本 已經想著角色的設定 還是因為你在找演員的時候 你從那幾位女演員 找到她們一個特色 所以這樣 兩樣都有的 我當然是有寫劇本的時候 我大概想了 我希望主角或者角色的性格是怎樣 但是因為我會比較著重 跟演員的溝通 包括其實除了四個姐妹 其實譬如跟奶奶安 我也會因為我認識安 我很想將她一些 平時生活有趣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性格 譬如是會豐富到的角色 我也一定會加進去 所以其實譬如在拍拍之前 我會用多一點時間 其實跟演員聊天 或者是去了解她們多一點 以至你出來 其實我很希望的效果就是 好像我身邊的人 而不是好像做了一套戲 好像是很離地 我希望是真的 靠近我們的生活 多一點的一套小品 剛才你說的 你想做一套戲 可以靠近我們生活的感覺 我想問Dada 其實我想這套戲 角色的經歷